粉絲可以租,裙垮可以租 為什麼金器不可以租呢? 我發現我身邊很多朋友 跟我的想法一樣 發現金色在你結婚多天用完之後 已經再沒有藥作用的價值 所以相對地它的實用性比較低 我有一天就想 為什麼金器不可以租呢? 如果師傅維修不到的話 我們就定額收800元 金本身價值就不需要買 不過我們開業九年了 100元從來都沒有收過